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,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曾經致行北京, 就叫中國的清零政策要轉向。 因為這件事,郭台銘辦公室在今日早上接受媒體訪問時, 就說嚴正否認,表示沒有報導過相關的事。 而根據之前華爾街日報的報導, 他有講到,根據知情人士的講法, 鴻海創辦人在加速鬆綁清零計劃上,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,就講到, 他致行給中國的高層,就說嚴格的防控管控, 令到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中心地位受到影響, 就要求對富士康員工的限制上更透明, 而郭台銘更加在一個多月前, 富士康鄭州廠員工爆發騷亂時發了信談給大陸。 而這些知情人士就講到, 說中國的衛生官員和政府的幕僚, 就以郭台銘的信談作為, 政府必須要加速努力, 放寬清零管控的依據, 當中兩名消息來源就指出, 兩個禮拜之後, 爆發全國性的白痴抗爭運動, 令到這個幕僚更加有力度, 就要求去鬆綁這些管控。 但是去到最後, 郭台銘的辦公室就出了來否認這件事。 但是空月來風未必無因, 因為他們富士康那裏影響是幾大, 清零那部份, 而且鄭州那裏代工或出貨佔了全球一個很重的比例。 正常來說, 這些消息就不會無故傳到郭台銘的身上。 那今集呢, 同大家看到這裏吧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, 下面留個言吧, 我們下集再見吧, 拜拜!